经过几次有争议的反复公开听证会后 大都会营书署MTA周三进行全体董事会投票 并通过了票价和通行费上调 根据最新提案 票价上涨将于8月20号生效 通行费上涨将于8月6号生效 地铁巴士和辅助客运系统的基本票价将上涨15美分 从2.75元上涨到2.9元 7天无限次乘车Metrocar将从33元涨到34元 30天月票则从127元涨到132元 与此同时 快线巴士Express Bus基本票价将上涨25美分 从6.75元上涨到7元 7天无限次快线巴士通票将上涨2元 从62元上涨到64元 长岛铁路和大都会北铁路的价格也将上涨高达4.5% 桥梁和隧道的通行费将上涨约6% MTA上一次提高票价是在2015年 并在大流行期间暂停通行费和票价上涨 本次的加价将使MTA每年收入增长3亿多元 此外 MTA交通运输审查委员会于周三下午举行首次会议 并就拥堵收费及可豁免人士提出了建议 纽约州长获处周三宣布拨款2900万元资金 用于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 并为消费者提供回扣 以鼓励纽约人加入电动车行列 实现未来几年大幅减少碳排放的目标 州府新闻稿说 随着纽约州实现15万辆电动车的里程碑 激励和回扣计划意味着更多纽约人 可以驾驶电动车 今天的公告支持气候领导力和社区保护法案的目标 即到205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85% 到2035年 在州内销售的所有新乘用车皮卡和SUV实现零排放 新博款下 现有的ChangeReady NY2.0计划 将增加1500万元资金 用于在工作场所和多户住宅安装电动汽车充电桩 令重点关注贫困地区公共设施的充电站 符合条件的实体将能够节省多达50%的成本 此外 为支持消费者寻求更清洁的驾驶选择 州府向DriveClean回扣计划增加1400万元资金 以降低租赁或购买新电动汽车成本 霍处说 纽约在气候和清洁交通方面的领导地位 正通过充电基础设施和回扣来减少空气污染和排放 为车辆交通繁忙的社区提供更干净的空气 是改善生活质量 同时为居民 工人和游客建设更可持续未来的重要一步 纽约州长霍处周二宣布 将动用州长的行政权采取一系列措施 鼓励开发商增建可负担住房 以缓解住房危机 霍处曾在今年1月宣布了一项全州10年内 新建80万套住房的计划 但遭到郊区共和党州议员和温和派民主党州议员的反对 最终未能通过 霍处周二在布鲁克林表示 将通过州长行政权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住房问题 认为州议会必须通过全面的解决方案 来应对这场住房危机 一系列计划包括拨款6.5亿元可自由支配资金 奖励住房建设 另在布鲁克林创建一个较小型的奖励措施 预计可以推动数千套新住房的建设 此外将重新推动在州府持有土地上建造住房 整体目标是所有社区在未来三年内增加3%的住房 霍处还说 这些措施都是权益之计 州议会明年1月份新会期一开始 它会重新推动全面解决住房问题计划 纽约市长亚当斯周尔宣布 悬空一年的市井情报与反恐局副局长 由前情报局助理局长韦娜担任 是纽约市史上首次有女性担任该职位 纽约市情报与反恐局前副局长米勒 已在去年7月退休 职位一直悬空至今 市长亚当斯说 该职位至关重要 需要花费时间寻找正确人选 如今由在市井系统工作多年的韦娜领导队伍 相信将可为该单位带来更多注意 韦娜市市情报与反恐局历史上首位女性副局长 职责包括监视五个行政区内潜在恐怖行动 和收集相关情报 以制定复杂而有效的战略 并与联邦反恐机构合作 据了解 韦娜在市井已工作17年 除曾担任助理局长外 还曾担任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情报委员会首位地方执法代表 专注于跨国犯罪和恐怖主义问题 此外 韦娜还曾作为情报局分析部法律顾问 韦娜说 很高兴能担任该职 今后将带领部门 利用前沿技术与传统执法手段 相结合的方式来保护纽约市民 在家里面的方式来保护约市民 在家里面有维护约市民 这些检柯的方式来保护约市民 在家里面有维护约市民